現在再講講都是抗疫 都是講講現在香港政府的抗疫工作 現在一二再三 我們周末 我和太太收到一些電話 投助 就是講 現在我們 你知道我們有賣的測試棒 一人測試棒之後是確診 兩三次都是確診 那又怎樣呢? 就要整家 他們開始懷疑是彷徨 他應該怎麼做呢? 第一個 就是如果證盧 如果你是驗到一個自己買的 一些測試套裝 一些快速測試套裝 是確診的話 第一個你買的時候 你用的時候 我覺得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是有症狀 你是有了症狀 所以你測試一下 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確診 但是有很多人是沒有症狀確診的 所以如果你恆常想保護大家 譬如寫自由想保護自己的 寫自由的空間 不要確診者容易散播 你也可以恆常做一個測試 保證大家不要確診 另一方面 如果你是有確診了 或者你去了 就是強檢證明你是陽性 但是政府到現在都沒有 將你送到隔壁 也沒有任何人打電話給你 你在家裡等 那又怎樣呢? 在家裡等就會可能 導致家人確診的 不要只是老人家和小朋友 就算是青壯人 可能因為接觸得多而確診 在這樣的情況 在家裡都會多些 就是不同的人都會做著 看著究竟有沒有機會 已經擴散到其他人的身上 如果證實 就算你是確診了 沒有病徵的 如果證實你是確診的話 或者證實你是陽性的話 正路第一件事 就是陽性的人 就去社區檢測中心 就是政府檢測中心 做了一次 就是政府的心喉脫疫 或者就是測試了 而測試的結果 問題就是 我們昨天聽到的線色就是 就算他下去 跟著測試結果 第一個 就要等幾天時間 第二個 如果你告訴他 是初樣的話 他不會讓你進去做測試的 他原來會給你小瓶子 他給你小瓶子 原來很多地方是沒有小瓶子的 另外又要安排給你小瓶子 你要登記 然後拿小瓶子 拿到小瓶子之後 你做了樣板 把瓶子交給他 他做測試 初步都要幾天 接著政府還要確認 都要一兩天 整個歷程 分分鐘是五日至一星期 很多人都覺得 五日至一星期 我其實就好起來了 即是說我買了這個 快了測試盤回來 我驗了 如果跟著我 跟著 政府大概說的程序走 我去到 包括急診室 急診室是不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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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檢驗中心 他就會安排小瓶子給你 他自己去做 他就不會找人幫你做的 因為你有感染的風險 有野良的風險 接著就是拿到小瓶子之後 交回小瓶子 接著就要等幾天 這個過程可能等五天 即是說拿到小瓶子 去到一個初步結果都五天了 接著政府又核實 到時如果核實了 你確診的話 其實已經好起來了 你可能自己再檢驗 已經是陰性了 那又怎樣呢 好了 接著大家會覺得 這樣做 不如是不需要 告訴政府 現在也有政府官員和專家說 因為很多人 就開始不需要告訴政府 大家有了自己的檢測棒 大家自己做檢測 看著自己整家的健康 那當如果出現確診的話 反正政府確診了 都是不理我們 都是放我們在家裡 都是做家居隔離的 那不如我們自己 就去等它好為止 好過政府到時 又不知捉了我們捉高彎之類 這方面 我相信香港政府 是要給大家充足和足夠的訊息 第一個 就是如果大家用一個自個檢測的套裝 檢測到確診的話 是應該怎樣做 政府有沒有出夠的瓶子給別人 那怎可以拿瓶子 那跟著第二個 就是如果交完樣板給政府做 政府確定了樣板是陽性的 政府應該教我們怎樣做 是自助家居隔離 還是說如果有嚴重病徵 才去急症室 還是說血含氧量低的才去急症室呢 這個政府應該要很清晰地告訴大家 好了 跟著 如果我們拖拖拉拉拖了五天 然後康復 我們甚至用自己的檢測套裝 證明是陰性的了 已經康復了 那政府又覺得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是否應該有指引告訴大家 如果去到這樣的歷程 是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 又或者是否香港政府有一個網站 或者一個熱線 我們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就報了給政府聽 那我們就自己家居隔離 現在政府 港就已經去到 將隔離單位增加到四萬個了 但都是港字而已 到現在這些隔離單位還沒有出現 到出現的來 可能完成的時候 香港已經在疫情過了氣了 起來都沒有意思 那香港政府應該怎樣處理現在的情況呢 我們嘗試一下用英國政府 NHS 英國的國民保衛署的一些訊息 我們整合了之後 跟大家講一講 如果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應該怎樣做 首先 我覺得現在大家的市面 市面很多的測試套裝 都挺便宜的 甚至測試套裝 去到20元以下 第一個大家要看一看 那些測試套裝 你怎樣可以確定 那些測試套裝的可信賴呢 政府批核了幾個牌子 但我看到原來有些牌子 那個準確度 靈敏度只有八成 根本達不到國際標準 但政府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政府認可它 這個第一個問題呢 令我看到 原來政府認可 並不是品質的保證 並不是一定準確 這個令人很詫異 我不知政府用什麼標準 去做認可 但是政府認可幾個牌子當中 有一些準確度 其實原來不高 那根本呢 如果在歐盟 是不會獲得批准的 但是不知現在政府 在香港又要認可它 好了 我們怎樣可以保證 一隻牌子 保證它是可以依賴的呢 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呢 就是美國的FDA 和歐盟的EU 它也有一個叫RAT 的一個預先清單 你只要上網 譬如打EU 跟著一格打RAT 你就找到一個網站 網站上面 有些人會 access deny 那就是說 有些人 歐盟會不讓它進入的 那你用另一個報索試試 它會讓你進入 進去的 你會看到一份 就是download一份 就是PDF版本的文件 很多頁 幾十頁的 你download下來之後 你會發覺裡面 它會解釋 為什麼歐盟會有一個RAT 就是說有一個預先批核的制度 是歐盟的法例來的 所以你看到 European Council 歐洲議會的標誌 然後解釋完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列表 很長的列表 幾十頁的列表 每一個品牌 每一個廠 它先會有一個廠名 跟著品牌名 就會排列 然後它打橫 就會寫完它的數據出來 這個列表 就是歐盟已經事先批核了 是覺得歐洲 歐盟裡面的人 可以跟著這個列表 去採用的一個 預先批核的一些 就是脫了核糖核酸的 一個測試棒 這個測試棒 這個測試棒 是斷八個牌子 和廠名在上面 通常 譬如國內做的比較多 譬如安徽做的 你會先看到 ANHAI HUIC 即是安徽 跟著就是什麼牌子 跟著就是他們的品牌 整個測試套裝 在客面上的名稱 大家第一個 可以長期下載這份文件 如果你想買的時候 你看一看文件上面 究竟你要買的牌子 有沒有這個清單上面 另一個搜尋法 就是電腦的話 你可以下載了PDF之後 你打回你看到品牌的名稱 你會看到 它究竟在米的清單 在日清單裡面 如果沒有 大家就不要買了 坦白說 如果沒有就不要買了 因為市面上 現在很多很多 現在就算是私人入口 有RAT標準的 已經去到99%的靈敏度 和準確度 已經99%了 比政府那些還要高 好像比香港那些也高很多 如果這樣 我們為什麼要買這些 比較差的 比較沒有保證的呢 第二 原來現在 在市面上出現一些 虛構的名稱 很有趣 香港的名醫 立法院議員林順潮 例如他們自己代理了 他們公司代理了一隻 不知什麼龍的一個產品 深圳做的測試套裝 我看看 原來這個產品 其實是在歐盟認證的 準確度也挺高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它又說自己是華大基因的 華大基因的名字出名的 但原來華大基因的測試套裝 本身就沒有歐盟認證 歐盟是沒有認證的 反而我認為 大家不只是看品牌 不是看華大兩個字 就覺得它比較厲害 但我如果看歐盟認證 華大是沒有的 當然我沒有檢查FDA 可能FDA有 如果FDA有 即美國有 大家可以信 但原來市面上 有很多包裝是虛構的 甚至是測試盒 它印在廠名上面 根本不是那間廠出的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 就要找一些有信譽的公司 或者有代理去買 你如果相信一個是它的 它就保證到它的貨源 不是亂炒回來的 是找到一個適當的渠道去拿 而貨源是可信賴的 這樣的情況會好些 即是說第一個 大家要檢查究竟是否FDA和RAT FDA和EU 即是歐盟和美國的一個招控局 的一個預先批核的一個清單上面 如果是的話 你再看一看店舖 可不可以信 可信的 包裝 樣子都像樣子 接著就可以買來用 好了 你買去PASS盒之後 大家回家就做一些測試 測試完之後 如果是陰性的 OK 我們繼續可以正常工作 正常生活 盡量減少死距離接觸 盡量少出街 戴著口罩 好了 如果萬一測到一個人是陽性 那怎樣處理呢 第一個 他一定要去政府指定的一個檢測中心 做一個正規檢測 他走回他的流程 就確定他是不是陽性 但這個時間很長 大家在他等的時候 就算在做好過程裡面 都可能在家居等的 然後你會審五十六 如果這個確診的是一個小朋友 你更加會覺得家長很害怕 如果這個確診的是一個老人家 你都會覺得很擔心 那怎樣可以才知道 究竟他是不是一個重症 或者他是不是需要即時取得醫治呢 原來坊間有一個 不是坊間 在歐洲有一個非常之通行的做法 就是量度著病者的一個血含氧量 原來這個肺炎 或者這個病毒 是會影響到身體的狀況 而最終的狀況如果激烈的話 就是病毒可能很高 或者它影響到器官運作 血含氧量就會降低了 所以大家可以檢視著血含氧量 血含氧量就是大家如果進到醫院 它通常有一個夾 沒有薄線的 是一個夾來的 夾著你的手指 然後有些數字出來 這個數字通常最少有密薄 還有最少一個就是血含氧量 血含氧量的數字通常是九十幾 如果數字是大於九十五 你仍然是安全 當然啦 九十八、九十九是最理想的了 九十七開始 即是說你有病徵 又或者你的病是影響到你身體 跌到九十五 其實已經去到警號了 即是看到一個marginal case 如果看到數字是低於九十五 到九十四 大家原來一定要去看醫生 一定由醫生判斷 你的身體狀況 究竟還可不可證 要在一小時內 現在英國說 英國NHS說 一個小時內要送到醫院 即是說 萬一讀數 讀到九十二環以下 你必須要馬上去急診室 即使急診室等得久 血含氧量 就是夾手指的儀器 大家可能每一個家庭 最好配備一個 又或者附近鄰居 有些借的最好 最簡單 就是量度血含氧量 原來就可以看到 究竟症狀 是否影響到你身體 出現了一個 比如生存 或者嚴重情況的一個可能性 如果量度血含氧量 是九十五或以上 仍然可以看到 仍然可以在家裡隔離 但是如果是跌低過九十五的 去到九十四 那就是五過九十二的話 即是九十三、九十四左右 你都要找附近的醫生 問一問 究竟你需不需要 有進一步的醫治需要 但如果萬一 當你跌到九十二或以下 你必須要馬上去急診室 即是說 這也是一個具體的方案 去判斷你究竟應不應該 進入急診室 即是說 毒數究竟在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 在九十五以上 你仍然可以在家裡 九十四至九十三 你需要找醫生 你可以找樓下私家醫生 接著到九十二 你需要進入急診室 這就是大家要記住 好了 也不需要太擔心 喂 我有沒有病徵 會不會呢 小朋友現在沒有什麼病徵 很活躍的 但突然間會嚴重惡化 除了衛生署說 你要記錄著他的飲食 記錄著他的體溫 每隔四個小時 和他量度一次體溫 也會記錄著他大概的身體狀況 有沒有羽毛倫次 有沒有抽筋 有沒有面穿 有沒有面穿白 這些情況 除了之外 你可以量住他的血液痕氧量 如果血液痕氧量低的話 你必須求醫了 這個暫時 是香港政府還沒有說給斯文 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說 但是香港政府沒有說 何柏良醫生也提議 政府應該 不是何柏良 好像他說 我忘記了哪個醫生 他提議 政府應該給大家一個指引 政府應該盡快 怎麼加在他旁邊 什麼情況之下 需要去醫院 或者急症室 血液痕氧量 是不是進得過呢 又或者 就是香港政府 覺得香港人要記錄些什麼 譬如記錄著體溫 就是說我們都有溫度計 記錄著飲食情況 有沒有口味 有沒有味覺 記錄著有沒有抽筋 有沒有面穿口唇白 這些如果需要的話 政府應該出個指引 讓香港人繼續去保護自己 好了 講到保護自己了 不如我們跳遠一點 跳到英國 英國就是另一個 subject 英國剛剛量訊公務了 他將會去考慮 進一步開放英國的社交距離措施 以及隔離政策 現在隔離政策就是講 如果是確診的話 英國是需要他們家居隔離的 但是英國現在覺得 一向上政府覺得 家居隔離都沒有意思了 因為病毒已經在英國大幅傳播了 在社會已經有一定的抗體 而最弱的群 病到要走的 要死了的都已經死了 所以現在政府 是想進一步放寬 就算是確診的話 都不需要隔離 不是家居隔離 是確診都不需要隔離 現在他正在改他的政策 現在是否改到呢 要等英國的一個國會去審議 究竟英國呢 到時有沒有 一向信的政府 有沒有人會倒戈 有沒有保守當然會倒戈 是不支持他的政策 如果支持的話 英國將為世界上第一個 甚至連隔離都不需要的 就是乳病毒共存政策 即是說走得很前 都不是現在開始走 走了一段時間 是乳病毒共存 現在進一步放寬到 共存到連隔離都不需要 好了 隔離都不需要呢 那是否真的會感染不到人呢 原來呢 英女王打了三針了 那是well protect的了 因為世界上呢 是最protect最高的那種族群 而且他盡量減少 跟其他人的審議距離措施 其他距離 但是呢 原來他在七十周年的登基慶典 就是說呢 在前兩個星期 在一個鑽石熙的慶典上面 他見到很多人 當中包括了 不是見很多人 他盡量少見人 但是都見到有接觸其他人 不只是接觸平時自己的隨從 那他其中呢 也都接觸了 查理斯王子的兩夫妻 查理斯王子的兩夫妻 查理斯在十日前 確診了第二次 而卡美拉呢 也都在上個星期一 確診了 那就是說呢 兩夫婦其實已經確診了 但是他仍然去了見英女王 那英女王呢 結果現在是確診的 那就是說呢 只要有一個很長 有一個接觸 其實機會上呢 都有機會 他呢 就惹到病毒 好了 英女王確診呢 大家要關心一下 英女王上年呢 是曾經入醫院 住了一晚的 沒有公佈過內情 但是實際上呢 英女王呢 在王夫菲利普親王死了之後呢 其實身體狀況呢 或者心理狀況都弱了 他願意交棒呢 開始說到交棒了 就是說交棒給查理斯 而呢 也都承認了卡美拉 如果交棒之後呢 將會成為皇后了 但是今次 就是查理斯 或者卡美拉呢 是可能呢 是感染到的呢 英女王 如果萬一 萬一 萬一 有什麼呢 不要說三長兩短啦 有什麼呢 就是令到他一些病發症嚴重的 但是不能夠再執行呢 就是皇位了 那會不會這樣呢 提早呢 就是把皇位呢 就轉了給查理斯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又挺有趣的 那查理斯呢 好像呢 就是幫自己拿到皇位這樣